What's up you guys, welcome back 我很多Instagram上面的粉丝呢都会跟我说 Hey Harry你每次发YouTube视频的时候 你都会做一个向上滑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你这个功能是怎么设置的呢 那我会告诉他们 这个呢其实是Instagram里面的一个设置 如果你没有一万个粉丝的话呢 你是没有办法设置这个东西的 但是今天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没有一万个粉丝 你也可以设置向上滑的功能 不管你有100个粉丝 200个粉丝 500个粉丝 5000个粉丝 你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想要知道怎么做吗 Let's go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教大家如何在网上创业 如何在网上赚钱的一些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不要吝啬 给我的视频点赞 打开那个小铃铛 所以你下次不会再错过我任何有价值的新视频 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向上滑的功能 Instagram是这样的 如果你在你的story里面加一个向上滑的功能呢 如果别人向上滑了以后 可以直接把流量导去到你想要的网站上面 比如说这个网页是我的YouTube的新的视频的频道 对吗 我可以把我的YouTube最新的视频的链接放在上面 那他向上滑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最新的YouTube视频 或者是你今天有一个网站想卖自己的商品 想卖自己的产品 你再做促销 你可以让别人滑的时候 直接到你的商品的网页进行下单 或者是你今天有一项服务 你在做一些促销活动 你想促销你提供的服务 那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服务的项目和服务的一些内容的网址放在那边 别人向上滑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服务的内容 会直接去联系你 或者是你今天有一个自己的部落格 或者是你在做一些联盟行销之类的 不管是哪一行哪一个方面呢 如果你有网站的话都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也会帮助你增加你网页的流量 和转化你网页的销售 OK现在呢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Instagram的IGTV里面 我们要点旁边的这个上面这个小加号 点进来了以后呢 我们要选择我们刚才要使用的影片 要放在IGTV里面的对吗 比如说我先放一个我刚才所剪的影片 放进来了以后呢 然后你看了以后这个都没有问题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用Filmora Go去剪辑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点Next 点Next以后呢 它会让你选一个Cover 选一个封面 如果你这个时候有封面的话呢 你可以在最下面点这个 Add from Camera Raw 就是说你可以从你的这个相册里面 去加一个你做好的图片 如果你没有好图片呢 你可以在这边随便滑动 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想要的图片 比如说我想要这个图片就可以了 好了以后呢点Next 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 上面有一个Title跟Description 就是说一个题目再加一个内容说明 题目的话呢你这边你一定要写 就是说点击下方连接观看视频 或者是点击下方连接去获得此次优惠之类的东西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我在这边呢就是写了点击下方连接了解更多 然后呢我放了一个小的Emoji 就是说这个手指是往下的 我建议大家呢也是画一个箭头 或者放一个手手指往下 就指着下面让他们注意到下面我们写什么 然后呢在下面Description的地方呢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在下面Description的地方呢 你需要放你想要把你的流量导到的这个Landing Page 就是它的终点啊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想让我的流量 所有都去看我的YouTube视频呢 这边的话呢就是放我YouTube视频的链接 那如果我想让所有的流量都是去我的这个产品页面呢 我就是把这个产品页面的这个网址放到这个Description里面 OK大家在向上滑了以后 在点这个链接了以后 就会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网址里面 那因为我现在这个是说我的课程对吗 所以呢我想把我的这个课程的链接呢 直接放到这个URL里面 所以呢大家在向上滑的时候呢 会直接看到我的链接 那下面的这里呢 还有一个Post Upper View啊 这个呢意思就是说 你在发你的IGTV的同时呢 你的平时的这个实时状态 就是你这个feed 它也会帮你做一个preview的一个东西啊 也就是说它只能看前面差不多5秒钟的样子 还是10秒钟的样子 我不太记得了 就是说给一个简短的这个介绍 那如果你想要发这个IGTV的同时 也要发一个这个破文或者feed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打开 那如果你想要同时放在你的Facebook上面呢 你也可以把下面打开 如果你不想呢就把这两个都关上啊 那好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点Post 那你现在这个IGTV呢 就已经再发出去了 那之后呢 我们需要再放一个简短的这个我们的视频 在我们的Story里面 所以呢 其他人在看我们Story的时候呢 看到我们的Story 然后会看到我们的IGTV 会把它导到我们想要的页面里面 我先给大家做个演示 What's up guys 想要了解我更多Shopify课程的内容的话 请往上发 好了 所以呢现在呢 我们IGTV也有了 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连接也做好了 我们现在的Story呢也设置好了 那拍好了以后呢就点Next 或者是你可以再加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你在这边可以加一些 Swipe up 然后呢在上面这边呢 大家看到有回心针的一样东西呢 你在这边呢 需要把你的IGTV的video放在里面 我已经过了1万个粉丝 所以呢我这边有weblink 我可以直接加我的这个网站在里面 但是如果是在1万个粉丝以下呢 你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所以呢你只有这个IGTV的这个功能 所以你要点这个功能 然后呢这边的话呢 你点进来了以后呢 你能看到你第一个是我们刚才录制的 所以你就要放你刚才第一个IGTV的这个视频 点一下以后呢是Done 然后呢你看Call to Action Edit 就是已经加过了对吗 那现在呢 那我们现在已经全部好了以后呢 就直接发布我们编辑好的Story OK那如果你今天不想露自己的脸 你只是想有一张广告 或者是你已经有一张促销的海报 或者是你只想用一张图片来做IGTV的视频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上次我所介绍给大家的一个手机APP 叫Ferumura Go 我们可以用它来帮我们做这个视频 那我先跟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进到Ferumura Go里面 进来了以后呢主页是这样的 上期期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那我们现在要去左边啊 Create a new video 选择一张我们已经做好的海报 我现在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我选择这个图片好了 这个是我现在用的海报 然后呢点Next 那你看到呢这是一张图片啊 但是它一张图片最多只有5秒的时间 我们怎么样把它延迟到15秒呢 那你看右下角呢 它有一个剪刀的样子 我们点进来了以后呢 点中间这个东西呢 它叫Dubicate 点这个点两下 那它就成功的复制了第一张图片的两次 对吧 所以呢一共就加起来的呢 就是15秒 所以呢我们这个时间就够了 当然呢你可以加不同的Clip 多加一点也没有关系 但是IGTV最少也需要15秒 所以我们最少要做15秒 加好了以后呢我们回去 那你看到左下角现在呢 有三个同样的啊 第一张图片的Clip啊 然后你看右下角 这边呢也有一个15秒钟 总共时长是15秒钟的东西 我现在跟大家Play一下啊 你看如果我播放这个视频的话呢 它每5秒中间啊 会有不同的间接Transaction 然后呢它每张图片里面有效果 你可以不加效果也可以加效果 这都可以的 上一期都讲过了 你加背景音乐啊 加一些主题啊 或者是在每个Clip之间 你可以转换一些不同的过渡啊 滤镜啊都是可以的啊 所以呢你这个怎么样做呢 方法是介绍给大家的 就是说如何用一张图片 一张你的广告海报 来做15秒钟的视频 做IGTV 但是呢如果你是想做一段 更好的视频的话呢也是可以 然后记得 如果我们最后在做格式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把它做成竖的 也就是我们Story的这个形式啊 或者是IGTV的这个格式会好一点 就是说你最后呢 可能就是要把我们的格式 尺寸要调好 All right guys 现在呢我跟大家看一下 整体的这个效果啊 那大家看到这个现在就是我的这个视频 然后我去往上滑 往上滑了以后呢 会到我的IGTV里面 那IGTV里面呢就会告诉你 诶 看上面的左上角你就能看见啊 我这边写点击下方更多连接对吗 那我而且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也会告诉大家说 啊 然后点击这个左上角的这个视频 连接了解更多 那你点了以后呢 下面会出现我的网址 点我这个网址的话 会直接就进到 我想让大家来到的这个landing page 对吗 所以这整个一个流程就已经做好了 inscribe上面呢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做一个向上滑的这个feature 这个功能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喜欢我今天内容的话 觉得这个对你有帮助的话 一定要给我的视频点赞 不要吝啬你的赞 然后订阅我的视频 打开那个小铃铛 所以你下次不会再错过我任何的新的视频 如果你还想了解一些如何做YouTube 如何做其他网上赚钱方面的内容的话 记得要看这边这两个视频 OK guys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